张志豪竞选办公室成立大会16号上午进行 包括前立法委员赵永青及立法委员江永昌 和前中和市副市长王伟伟都到场为他加油打气 也象征阳光团队的传承接棒 我21岁的时候担任赵永青委员的助理 那时候永青委员常常跟我说 志豪我们阳光团队就是要勤恳打拼 脚踏实地走温每一步 我们要用最有限的资源来做最大的事情 成立大会吸引了不少地方人士参加 包含了有社团代表 甚至也有里长到场表达祝贺 而张志豪表示 本身在中和成长也是基层二代 感谢家人的支持及阳光团队为地方所做的努力 让他可以继续为乡亲服务 和原山路淹水问题作为例子说明 那时候这边的店家都会被淹水锁苦 但是经过邵永青委员跟阳光团队长期的努力 我们中和原山地区已经逐渐进步 逐渐改善 是不是再给阳光团队一个最深的掌声 谢谢大家 谢谢 阳光团队一棒接一棒 也期许中央结合地方 能再交出漂亮的成绩蛋 加油 张志豪 加油 志豪 志豪 加油 终架新闻卢秀娟赵世渊 终和场报道